OK,大家好,我是星巴,我们现在都在星光S里面 我们本期节目说个小vlog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在B站里面发了一个动态 说大家有什么关于星光S 想要了解的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每条片都在看着,想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还没有看过,我确实没有看过 我们现在一条条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是混动低配有没有360 全景影像,360应该我觉得会有高配 但这个车型是有360加透明底盘的,都是有的 但是是不是全系标配我不知道 快充肯定是有的,混动低配 我觉得会有吧,我希望它有一个长续航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它们动力方面 包括电池的配置方面还没有具体公布 这个确实不知道,空调按键是有实体的 然后一些快捷键什么都是有的 然后它智能系统提升蛮多的 这个屏幕高配是跟云朵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气囊能不能减配 对,全系标配6气囊 有侧气连,而且是级别算 不能算最大 但是在这个级别里面 它算非常长的一个侧气连 都是有的 而且全系标配6气囊 配置不知道 上次时间估计7-8月份 我只能说那么多 价格还不知道 电池度数,测机芯片,测机芯片大概是866 然后有L2,但没有大降 然后360跟座椅通风都是有的 座椅通风,座椅加热 而且后排也有座椅加热 最低配有没有360,我跟他们反馈一下 其实我已经反馈过了 放电我们现阶段还没有看到消息 服务价是肯定是有的 7座肯定是没有的 音响我觉得比之前的50要好一点 比50品牌啊 50品牌下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做最好的 它这次应该是8个喇叭 8个喇叭 1500都只有4个喇叭 或者说6个喇叭 还有8个喇叭 盖板能控在11万以内 带360,我帮大家反馈 大降肯定是没有 反正我看到这个顶配版本应该是普通的L2 就是星光上面那套选状的 然后座椅通风有吗 有的影响能升级吗 确实升级了 车内有220吗 好像是没有 7座吧没有 零谋置价 就是大江应该是没有的 零终利座椅应该也是没有的 这都不是这个价格该考虑的 当然当然 我觉得大江我是希望50后期能跟宝骏 对吧 跟隔壁的另外一家车企好好 对吧 吃个饭啊 吃个螺丝粉啊 什么跟他们聊聊 能不能把大江给他们 都自己人 对吧 只是不是从大楼到阿姨 对吧 聊一聊 打得过15嘛 要看15价格 15好像也是差不多同时间吧 七八月份 全系标配L2肯定假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天窗的我都不需要 我觉得低配要什么L2跟天窗 我就不需要 存在布 后排非常大进步 这个沉默的说 后排还是星光同化小板凳吗 非常不适 这个后排贼大 继续看我们的详细测评评 星光S和C10跟E5对比推荐 等E5的价格吧 等星光S价格 我帮大家反馈 带360不要天窗 我也这么想的 全电版本配置跟原plus差不多 我觉得跟 它对比对象 应该不是原plus 而是 那个送plus 外放电和热泵空调 是不是比较配 这个他们没有说 大概率50不会用热泵 这个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热泵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而且热泵跟热泵之间有好坏 外放电我不知道 后排小板凳没有了 架构是天于地 后座放平平整度 后备箱超级无敌大 但是它放平 并不能完全平 这个问题 我已经跟他们反馈过了 我不知道 我们频道就是这样子 老是给他们挑毛病 但是50就是我很开心 就是我给他挑毛病 他们真的有在听 真的有在改 特别好 这个车改了非常多 50星光的我们的问题 50星光已经改了一次了 他们新出的车型再改 真棒 就是 我是认为不要怕打脸 你有些问题 你厂家碍于面子不改 我觉得对于产品来说 反倒是负面的 我觉得认错 有问题就改 没什么问题 作业通风有吗 有的 云朵OTA什么时候更新 我知道已经完成版了 而且我已经装上了 但是他们具体的发布时间要等 他们好像是上报了吧 这个东西要报工信部 还是什么 云海先出还是星光S先出 两个可能差不多 我觉得云海也快了 星光S跟云海会内耗吗 不会内耗 一个更大一点 一个有更强的智能化 到时候等 他们两个都上市 如果说你看看你的需求吧 我觉得这两个之后 大概就是你要大江 你就买云海 不要大江就买星光 大概这么个随便 盖板有没有340 这个确实不知道 有电没电 这个我星光那边我就说了 星光我也实测了 有电没电其实没什么区别 我们没电版本 就是亏电版本 我们是百公斤加速 也是9秒 我记得 就是有电没电对于普通消费的人 没有任何区别 价格价格价格我也不知道 我也希望价格一步到位 然后我希望它的那个很多的 比如说Tintura这种可以没有 需要达成率这种我们要实测 这我们也测不了 看后面能不能计料计料车吧 有没有计划出300公里的真诚车 他们应该是没有计划的 这个我知道 就是我猜啊 因为50不会做那么长续航的真诚车 因为意义不是特别大 我还是觉得50就是应该做稍微便宜一点的车 因为没什么人做便宜点车 300真诚其实哪吒也在做 林炮也在做 我觉得50就不要沉测上浑水了 价格相对于他们两个在低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不同品牌有不同的倾向性 大江的支架有没有希望 暂时性没用 什么时候出七八月份 隔音MVH比之前是好的 但是在静态方面 你也感受不出来 一定要去开始才知道 油耗 以星光来说 星光我们当时 我自己在开差不多4.2 差不多星光最低配70 这个车型我估计也大差不差 因为它整个风阻系数什么 这次风阻系数很低 所以它油耗应该差不了 我觉得绝对不会超过 我觉得不会超过 我估计我们到时候试一下 然后大家看到的 大家说的滚动加外放电 这个我帮大家去反应 我帮大家去反应 HUD肯定是没有的 不要想了 什么牌子的电池 电池大概率是跟星光一模一样的 用的他们柳桌的那个 座椅通风座椅加热都是有的 车机进步很大 这车机这个车机我视频里没说 这车机是最新的云朵上面的那套车机 比云朵那个还要再进一步应该是 新的版本 招人吗 我们现在确实没在招十二十说 我去年还在亏马 那去年都自己 就实话是说我们确实养不起人了 等我们再 等我再努努力 等我再努努力再招人 有没有哨兵 好像是没有的 好像是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难 只是厂家要不要做的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隐私问题吧 我距离不知道 但因为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越野plus 其实是有行车记录仪的 其实那个东西是能作为哨兵的 没有就是问题 只是一个 我觉得法律问题 或者说品牌的 厂家的自己的想法问题 后排速度满分 没什么好说的 你去来试一下 你现在试不到 不好意思 这应该是个级别的后排最牛逼的 没有 应该没有质疑 反正我们不是广告 可以说最 星光S和云海哪个上 我个人觉得是星光 星光早一点 因为云海我还没试到 但是两个人应该差不多 前驱车 前驱车 能6座7座吗 应该没有 但是我已经给50反应过了 我觉得50应该出个7座车 然后皮包大线 气囊6个 带7车气连 而且是超长的车气 车机不太行 车机现在新的车机 没什么问题 50车机不太行 那是那个79吧 就那个50星光 那个小的屏幕 那个车机不太行 高配的星光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CRBS C8S是有的 三电系统没什么经验 50车坐电动车 已经很多年了 LCC ACC 是有的 四道保持 是有的 998 我个人 我自己猜测 我自己猜测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可能 最迪配做不到998 以它给的东西来说 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哪怕它阉割掉再多的东西 我都觉得它做不到998 我挺认真的 这个车配置 用料 包括 它总不能说把这个面板 像这个面板 全是那个半毛皮的 就是半毛皮 那种软质的 类似于半毛皮才是吧 上面顶质 全部是这种软质包裹的 但很多用料的地方 你是阉割不掉的呀 包括这热口怀挡 包括做工用料 包括车身尺寸 钢板 我都觉得是阉割不掉 它能阉割的东西 没那么多 当然天窗总可以阉割 而且它说标配六七囊了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做到998的 套开价格都耍流氓 对啊 那等上市嘛 我们只是回答问题 有座位通风吧 有 OK 就是几个 我们的 留言的问题回答 那希望我们的 答复能够帮助你选车 现在就期待 它的动态 以及它的上市 让我们期待一下 它的价格吧 当然如果说 这个车有六七囊的998 那我觉得这个级别 还有对手吗 没有对手 实话实说 有啥对手 这么大尺寸的SOV 两米八轴距 你说 998 我是不敢想 但是想一想 有个快处 如果觉得我还讲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 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节目 有特别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